超市進口蛋爭議不斷 農煙粉專領杯蠔油在臉書爆料 農煙部房檢署日前表示 巴西雞蛋最晚五月三十日裝傳 但前幾天卻還有巴西蛋 再加上 製造日期是九月六日 保存期限是十月五日 質疑進口雞蛋保存期限能否超過四個月 爆料所指的臺農蛋品負責人表示 齊選蛋都依照規定辦理 但是此批巴西進口蛋是目標效期 已主動回收下架 農煙署也表示 十一日已與地方衛生局 前往台農蛋品積查 確實發現產品標示的有效日期 和原廠規定不符 依法可開罰新台幣四萬到四百萬元罰還 也折成業者下架回收 但由於還沒有過實際有效期限 待改正日期後即可重新上架 那這一批產品我們看到它的製造日期 是今年的五月二十七號 有效日期是到今年的九月二十四號 所以從這兩張手板就可以比對出來 這個標示的有效日期顯然是不符 農煙部則表示 有效期限依據巴西來源廠標示 近巴西來源廠評估運輸過程全程冷裂 而且包裝完整有做噴墨處理 因此俏齊可打四個月 經過清查最後一批的有效期限分別是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七日 市面上發現十月五日的是最後一批巴西進口雞蛋 雖然表示錯誤 但都還沒有過期 只是進口蛋席選效期與國產席選雞蛋一樣 效期都是一個月引發外界質疑 農煙部也澄清進口蛋經過席選後的有效日期 完全依照原來來源牧場的有效期限為主 至於未來法規是否需要與時拒進調整 將在與時要數討論 原事新聞綜合報導 一批巴西進口雞蛋 也會有可能是一個 和大腿,